观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这一局的比赛 在刚才经过时空锻炼之后依旧没有办法修复奥恩的技能 只是气得显示bug 所以在无法修复的情况下决定将这场比赛进行重赛并且禁用奥恩 那这都是按照官方的联赛规则在走的 那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了 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另外一边同时在进行的北京RG的主场那一边的话 同时也是把奥恩给进入了 所以这是一个LPL这边权限禁用 所以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刚才那场比赛回顾一下 其实在奥恩大招放之前 两个奥恩大招放之前的话 谁优势谁劣势还是挺难说的 其实挺不好说的 当然在进入暂停以及进行时空断裂之前的话 我们看起来像是WE获得了优势 但其实如果把奥恩的bug考虑进去 其实就是说让奥恩这个大招没中这件事情没发生的话 其实还真不好说 奥恩大招他的击飞时间够长 后续的控制也可以给到一个延长效果 狮子狗可以在那种时间说不定就秒了一到两个人 是的 所以这边就进行重赛了 那么双胖教练也都在选手的身后准备来进行BP 这场比赛将马上开始 对于WE来说我觉得相对来说好处理一点 因为被禁的英雄不能用的英雄是Snake这边 就是在他刚刚 哎呦 棋手选了一个倒霉的情况下很快的拿走了塔里克加南枪 只能拿塔里克加南枪了 这英雄没了 而且南枪嘛这一手一过的话WE肯定是要锁下来的 那既然这个刚刚Snake其实对Snake来说Snake也吃到亏 吃到什么亏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奇策 你再用第二次就吓不到人了 就你刚刚那个那个叫什么 翠神搭配翠神去搭配狮子狗的打法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惊讶到WE了 不管是战术还是大招 在对阵同一个对手的时候 其实你研究的可能就我觉得最多三个 你觉得呢 因为这场比赛就最多打三场嘛 你研究三个大招就够了 所以临时让我想起那个 让我想起很经典的第二赛季全球总决赛的时候 WE也遭遇过一个实用大招 然后就是比赛都快赢了 然后比赛被没收重来就断线到重散 然后WE那场就没了 对然后你要临时去想另外一套战术其实就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现场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不过WE呢则是再次的拿出了努努搭配死哥 一模一样的一个阵型 上帝还是一个刀妹 这一场比赛的话 死哥这个英雄他本身就没有什么 就是怕被秒的问题在了 男枪这个英雄他毕竟是个远程英雄 而且一旦被努努减速了 他面对死哥也是挺难受的 SNAKE这边阵容里面出现了一位卡尔玛 就应对死哥大招的一个英雄 群盾 群盾 这个跟吸血鬼是同理的 但是这一场比赛的死哥 你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发育的非常快速的死哥 卡玛如果他是一个Seaway的话还好 如果他是一个辅助的话 其实他提供的帮助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唐里克的大招 确实是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阿里克的大招就是死哥在唱的时候 唐里克的大招只要不要按得过早的话 下来的时间点正确无敌下去 在尘袖死哥的大招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主要是他的大招的那个延迟时间 是比死哥大招的这个释放起来的这个 他要提早放 延迟时间大了 你不可能预测到那个死哥放大招 所以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死哥阵亡的话 他可以在你死哥 你跑时其实大招没了以后才放大 好的 那么呢 现在第四手 snaker拿下了瑞兹 然后到了瑞兹 这个可以想念还是一个AD位的 但是我觉得snaker的阵型选了两辅助 然后两个carry点 但是总觉得还少了一个关键的一位 就包括说不管是开团还是补伤害 都还差了一点 W1又是继续摆这种比较传统的 比较现在其实比较少见的AD位置 这个组合 这个线上凶啊 其实先后手太猛了 而且消耗也厉害 这个线上真的是一波要送你回家的打法 现在就因为大家打的都是打架比较多 手比较长的这种英雄 所以这个维鲁兹现在升那个Q级的破甲剑升高的比较多 对了 哦呦 赵草兰真的锁了 然后snaker在最后一手 哦 传统确实在补伤害上面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表现吧 而且也是 选军的自信之选的招牌英雄 但是 哎呀 其实大家对于刚才这个比赛的重赛 其实我是最死亡的 我最喜欢看那种创意阵容 创意阵容没打到底 你让我不知道那个阵容到底好还是不好 对吧 就不知道吃这个我家催人到底能不能赢 到底强不强到底赢不赢 哎呦 我好想知道 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 大家估计都是一样的心情 这场比赛 难受啊 打B版的阵容 我觉得还是比较迎合版本的 依然还是比较迎合版本的 球武器已经证明过自己的刀妹到底是有多强 然后中单跟打野这个 鲁鲁家死哥上场比赛看下来 也是表示他们用的没有什么问题 夏装组拿了一个版本非常强势的 PE级别的辅助 加上一个就是搭配这个 DOT的人很不错的维吾斯 我说 我说实话 PE的这个阵容我比较喜欢 因为他的三线看起来 都是能够达成很不错的压制 看起来会达成三线的线上压制 这是肯定的 因为其实那个阵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曲线长 对没开团 然后曲线又长 就是你的发育曲线非常的长 换句话说就是 你前期的作战能力是比较低落 就给大家聊一些生活周边的 跟大家有关的 比赛回来了 各位 看一下这个起手的配置 蝴蝶选择 往下走 中单是个塔里克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卡尔玛陪瑞兹打下路 有个卡尔玛帮忙 轻线在被压的问题上面 能不能有一些缓解呢 我觉得很困难 因为毕竟卢西安 不是 维鲁斯去加上稻草人 这样子的一个压线的能力 实在非常强 轻线快 然后 打一波也比你强 对 六级之后 真的是很强 轻线也比你强 打一波也比你强 然后加上 打野也不会来game 这就代表了 就是准备一路压你线 这边蝴蝶推线开始推起来 拿蓝buff开始利用起蓝 是的 不过看起来 好像南枪是有拿到自己的蓝buff的是吗 南枪还是自己单开 前面的几个兵还让宝石其实先吃一下 感觉在做一个正常的打野 当一个普通的打野 吃完蟹的时候遭遇到了死哥 那这边的话W稍微慢了一点点 也没有能够来阻断 Sofen正常吃鞋 Sofen去对面的红buff了 他知道你在压线嘛 所以 这时候等于是说 如辱无人之境 诶 这个真意 这个视频呢 也让他 知道自己这个位置 没有被发现的很安全 那是 这个吃刀 还是追不上中单的吃刀的呀 嗯 有点慢 而且 W也知道自己蓝buff 自己红buff没了 你既然不来线上 然后也没去下头 那你能在哪里 只能在红buff 感觉到了 这样其实蓝枪挺亏的 宝石其实在现场 强行吃了一些冰 但圣物之盾的刷新 没有利用起来 我想这个是 吻合我刚才谈的 就是说 如果 啊 如果 是这样子的一个配置的话 其实你选一个普通的中单 比方说瑞兹百中路 就是 勉力的去吃那塔下冰 其实不会比这么一个宝石来的差 因为显然前面几个等级 前面两三个等级的时候并没有打算 并没有打算让男枪站在线上 嗯 给到了西叶的基石天赋 除了第三个巫术系的天赋带迅捷之外 就其他的都是现在的 此歌的标准的 就是不能改的 这个基石天赋带法 蓝很重要 同时焦灼这个技能 就此歌天生带焦灼就很 就很赚 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快节奏的英雄 玩此歌就没有想过打大后切 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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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因为卡尔玛存在的关系 所以是让他们在推线上面 没有落度下风 Snake这个下路组合竟然奏效了 还出掉就是刚才 重赛的那一场比赛 现在Snake的下路双手 终于是在这一把拿到了优势 没错啊 之前两把都被压得很难受 战时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现在死哥已经近50刀了 而男枪落后了将近20刀 跟这个宝石其实加起来倒是差不多 啊 对的 宝石其实是 但是 但是宝石其实怼蓝一开始 吃了一些刀嘛 后面用一击 圣物之盾打出来的刀是两个人都有 嗯 对 就相当于 其实这个中野现在是比较均衡的发育 努努的发育会相较 宝石其实会稍微差一点 但努努从来都不是很关键 努努只要等级就可以了 他为了要拿到一个加速 就是也没有办法出一击盾 这场比赛 下路双人组 Snake的下路双人组 一旦达到6级 没有实质性的压制的话 这个双人组达到6级会很难打 那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上路船长跟刀 刀妹的一个对线 哦 这个三连筒居然躲掉了 就挺难躲的 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感觉 就是刚好在这个两个圆形的交界处 对 这个交界处的地方有一只兵让他Q 下路 哦 破甲剑 破甲剑 W启动之后 增加伤害的破甲剑 这还没有到6级下路出事呢 那基本上到6级就肯定出事了 这个下路我觉得崩陷本来就是没法避免的事情 在 W的Gentle跟Missing选出来这个组合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见Snake下路准备崩陷了 对了 这个是要扛地过来了 扛地过来干嘛呢 扛地过来帮忙把兵线快速的清进去 就是硬压你一波 然后点一点塔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杀掉了卡尔玛 卡尔玛身上是没有传送的 同时去分一些就是 非大哥位的经验值 让自己也快速攀一些经验 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更加突出蹲野的经验 吃一些下路双人组的经验 而且大哥在中路一个人清线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死哥这个时候状态是十分良好的 没错在没有蓝buff的情况下 其实鲁鲁跟着西叶其实意义也不是说那么大 因为西叶毕竟蓝量就是有限的 葛导金现在一直空起来 现在看起来西叶还是在稳定的 比较舒服的发育 不过Snake刚才的视野倒是领先的不少 然后在那一瞬间的时候 前面那一瞬间的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中路到红区的视野 全部都是Snake控制的比较好 就慢慢补起来了 现在中野上Snake是 我大招直接抢兵 没抢到大的 再看一次下落闪现恐惧 然后沉默吸引 这个很果断啊 Missing Missing这一波真的终极果断 感觉连个强化盾都摁不出来就死了 交完闪现瞬间就死了 没错 这样蝴蝶 其实我觉得Snake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弱点 就是下落双索 这一旦 等会我又是跟 哇 到层到6级之后要怎么办 其实这个配置真的是 我觉得容易出问题的类型 而且本来对抗性就不 上路 刀妹直接开启一个大招 以后晕也晕到了 哇 跟他打一个大招 这团长根本走不了 根本走不了 这一波是一个绝杀 尤其这波的所有技能全部命中 没有空掉一个技能 对 包括晕 包括大招 全部打上去 代表他可以Q这么多次 然后再加上被动的Ionia狂热 这个雪球就已经开始滚起来了 就因为你没有 你只能发育 这个宝石骑士加上男枪的中野 你只能发育 所以 你如果是宝石骑士跟剑胜的话 起码就是你还有一个抢杀对面的可能性 但你搭配男枪有什么用呢 下落直接一波 就我们刚才提到 就刀6级 只要任何一个人刀6级 有一个先手技能了以后 闪现硬帮 维鲁斯闪现散开 但是刀超人一直在吸血 而且最后一个恐惧 把郭郭给孔开来 这个进化给早了 郭郭是一个预判的进化 恐惧孔开来 虽然进化摁了以后 有一点点的那个韧性时间 但没有用 结果把自己的闪现玩进去了 没有拿到这个人头 真的是血亏啊 这个人头拿完了以后 这个人头没有拿到 维鲁斯回家之间两个人头 出了装备 到头人马上到6 这一波可以说是 W的全面领先了 各路线下路开花两次 上路开花一次 上路凭个人的精彩操作 去单打开花一次 中路南枪被死哥Q一下 也是要受重伤的 卡尔马上来 但是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一颗的晕 晕到呢 难道南枪滑上去脸上晕吗 没办法 这不太容易牵手 这真的很难 而且鲁鲁的主W的 这个加速技能给到死哥的身上 再配上他的迅捷 再配上他的迅捷 这个移动速度加成是很恐怖的 蛮枪子的射程 说实话你也没有死哥这个Q技能源 这一波是得到了信息的 中路的两人往上侧核套一走 你看到腿哥立刻往后控制位置 嗯 这边 康蒂已经到6级了 可以用个大招来保护死哥的输出环境 而且奴奴死哥这个组合 就最匮乏的 这两个人最匮乏的叫做控制 那控制由其他三个位置补上 虽然刀妹的并不稳定 但是维鲁斯跟稻草人的控制却是稳定 嗯 那么控制补上了以后呢 呃 这个组合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点 就是打地图目标极度的快啊 你一旦是给这个团队游走起来 W现在这个阵型呢 吃龙 吃小龙大龙不再化下 这是瞬间的事情 对 你有奴奴 然后有一个奴奴的加攻速 然后你有AD 你有死哥这种速度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死哥打大龙真太快了 秒杀 他现在打野道已经出来 希叶刚刚拿了一个人头 开始拿地图资源 开始拿了一个Q200 200多 法触暴击300多 夸张了吧各位 这个 努努死哥确实就是这一点上面 非常非常的 呃 就是令对手感到困扰的一个组合 所以 我们才会讲说就是 你其实就连剑胜塔利克这样的组合 可能都会比南枪塔利克来得更顺利一点 在面对努努死哥的情况下 尤其剑胜塔利克是有强杀努努死哥的可能性 然而 男枪塔利克没了 哇好难受 防粉被 Q了两下半血没了 手比你短 然后现在根本就不能做正面对战 这个BP上面我觉得是 时间可能落后啊 完全是把自己给玩进去 就因为没有先手了 没有先手英雄 上路 吃一下果子 这个果子应该让死哥吃回蓝 而且 批的整级有点快 又遇到了 这波又有死哥大招 又见证了 交散线没有被套到 但是死哥大招下来 直接回头 真男人不回头看爆炸 又是死哥的人头 这波上路拿了两个助攻的刀妹也很舒服了 就 只要船长吃到刀妹一下控制技能 然后基本上就已经宣判了 圣枪哥的死刑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DV有一个4-0的人头开局 而且并且死哥 还有维路斯都发育状态良好 可以是宣称DV目前有一个前期的不错的优势 是的 现在才11分钟半 3千 西叶已经快11级了 是的 下面每一波就是 Snake的空窗很短 就是他那个可以进攻的时间点是非常狭窄的 因为每次死哥有大招的时候 你这波进攻就基本是打消念头的状态了 对 Snake其实没有什么牵手 所以根本就留不住人 只能等到大后期 船长和男枪至少我觉得三件套以后 我觉得在阵型上面 Snake这一局选出来的整个阵容 真的是偏扭曲的 这边男枪滑上前去 感觉逮到了刀妹一下 塔里克上来 扶了一个阴选的刀妹 用一波W减上以后 往前Q 拉开身位 后面努努赶到 现在死哥的墙已经缓住了 交了一个闪现以后 努努唱起大招 然后死哥这边要念大 没有大招 但塔里克用一个大招 保护无敌保护了一下 一波右方拉开 不敢再继续打了 稻草人已经赶到 看到了稻草人的位置 接下来再打 只要往前再走 一步面对着稻草人 跳大的话 基本上就一个团面 现在这一波瑞兹没有来 这波郭郭在下路 偷的发育还是挺多的 等级也慢慢补上来一点了 前面落后的东西 透过这一波真的偷了不少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去面对一个十一级的死哥 这死哥的等级太夸张了 而且加上因为前期 就是他在线上 就要面对维鲁斯加稻草人 两个人给他的双方压力 所以是出来 现在手上捏了个进化 那没有办法 他没有TP的 刚才那一波他确实也支援很大 我记得昨天是有说 就是之前卡莎是有一个 在别的赛区有一个 19分40多秒钟 300刀的一个补刀记录 听起来真的超级 对就看这一场比赛 因为之前我记得这个赛季的 LPL还没有说刷新什么补刀记录 还没有打野位这样刷 这样刷这么快 其实LPL确实是一个 较难刷新补刀记录的赛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在打架 没人有空管兵 下路还有一丝血 这个医学塔被上路W给吃掉了 在抢医学塔的过程中 史雷克是落于下棚 进一步的由W拉大了领先 这二人组双兄弟不敢去推啊 这十级一个带红buff的救期 怎么弄 开始了 蝴蝶这一波 交散线躲掉 倒霉大招 不躲就没了 这一波还像应酬塔玛 但是最后一只小兵 使得瑞兹能够点出这一下普光了 而且传送上前是三个人坐车过来 卡玛拉了一个线之后 看来努努是要牺牲了 康底倒地 抓下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一个人头 但与此同时 上方 W已经抓下了峡谷先锋 是 这一波其实蛮 史雷克也蛮不容易的 用瑞兹的大招 当成了一个新手机呢 然后瑞兹的大招 给了卡玛去连线 连到一个没有闪现的Nunu 为了要达成一个几下可需要的条件 可真多 对的 但团阵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这是一个好像最大的问题 两个人头 好 斯哥跟 维鲁斯 双双都是两个人头 这两个C位 现在发育的真的很不错 这个发育的进度是 史雷克很难去承受的 我们也说 就每一波 斯哥有大招的时候 都足以让 史雷克打消进攻的念头 没错 反而主动权 再加上开场能力不足的关系 主动权彻底的是握在W的手中 现在 西野已经209刀了 就看他这一把能不能够破个记录 我觉得他心中肯定没有在关这个记录的事情 但是看 史雷克在场上是没有人关心的 只有我们会关心 只有我们会关心 这当做一个坦 下面再度控制核道线 轻轻松松 我看到史雷克现在Q一下已经337了 这个团战要怎么承受这伤害啊 承受不了啊 对啊 其实核道军杰也是现在这种 史雷克战术能够出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你在空中7的时候 没有蓝的时候 这核道军杰现在回蓝真的有个高的 你只要控到这个核道军杰现在 他给你可以回个三分之一的蓝 开火先锋召唤 稍微在手上捏了一会儿 然后召唤出来以后 卡住南枪回防的位置 不要让南枪打到这个背后的眼睛 一头装下去 他只剩一丝血 此刻还用墙壁分隔了南枪的位置 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这南枪被隔开的很厉害 完全被W给切断了 然后紧接着再倒向下半途 再来一场小龙啊很轻松 然后水龙也是很舒服的 在这个版本 但因为这东西现在是W绝对的优势 W想控的话一定能控到 所以 现在也是尽量缩短 这个小龙之间刷新的时间间隔 勾勾把自己打成一个上单的感觉 然后偷控去推了上路的塔 还可以替团队拿回了一些团队经济 现在也就是要快一点在这个 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装备成型的时间 快一点来领 单带推塔是不可避免的 三个Seaway Snake 要拖到大后期 虽然他们阵容比较被动 但只要能解决死哥第一波大招进场 还有这个伤害的话 如果能够不死人 其实Snake有一个反塔能力 有卡马的加速 有宝石骑士 他还不错 这个输出 但是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 你刚才讲的这一套我觉得非常异响 但唯一的一个增结点在于说 如果团长没有起来的话 在输出上感觉有所不足 传来这场比赛 打刀妹也是没有办法 不可能带拖钱 就带了不灭之窝 这带了不灭之窝 还是被制裁了两次 伤害面上扛不住 就局面稍微停滞一下 但是死哥又拿了一个蓝buff 又要出来洗线了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地图资源了 W也不着急 就继续发育 等到20分钟的大龙刷新 可能就开始围绕大龙这个地方做视野 而这个时间点 蓝枪可能还没有到两件套 视野控制上面 Snake也逐渐失去了进攻视野 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一个防守视野了 现在船长从装备上看 金鸡倒是不比刀妹落后 但是还只能等刀妹把这个兵线清完了以后再进来 Snake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放弃掉了小龙 但是稳住了 刚刚说稳住了 大招下来 砰 又是把人头让给了死哥 让死哥更早的去更肥 他明明就是这边 维鲁是可以拿到人头的 但是还是让死哥这个大招不要白放 关键是呢在面对死哥大招 塔利克确实是有办法能够Counter死哥大招 但是那个反应时间只有0.5秒 就是死哥是开始引导之后3秒落下大招 塔利克则是开始引导之后2.5秒之后落下大招 进入 所以很难 所以你只有0.5秒你还要 在那个足够的距离里面把W技能放到然后赶快按大招 其实我觉得难度确实非常非常高 那尤其像刚刚那样状态被逮到了之后 那你塔利克根本不在附近就没可能挡住这一下 嗯 刀妹然后这部刀妹有活 直接大招给到圣奖哥身上 打不过呀 圣奖哥要反打了 圣奖给了一个大招之后成功的打成了反杀 哎这波 刀妹的伤害没有想象中会高 推波是刀妹 究竟没有用E 对 比一双刃这个技能它是直接没有用 把Q2量都给打出来了 但是发现所有技能用完之后还打不死 伤害也没有自己想象高 而且呃 就在 船长这边 圣奖哥他手上 第一个他是 我们也是我 第二个他是子羽灵之拳 两个增加血量的技能 而没有任何的护盾 这使得 呃 957这边的阿尤尼亚狂热 本身技能只有打护盾 有三倍伤是 特别伤害特别爆炸 其他的话就伤害其实比较平缓 嗯 刚才没有死个大招的加持 嗯 就不像前面那么容易的轻易的砸成机场 在伤害的计算上面出现了一些的错误啊 圣奖哥是反拿了这个单杀人头 这一波单杀给机会了 这一波单杀是帮 SNAKE缓解了一波编带的压力 这本来我刚才看到的都是 船长被 刀妹带完线之后才能去带线 但是这波单杀完了以后 船长再出了装备 这个局面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这在编带这条线上的主动权上 船长现在不会太虚这边的刀妹 当然现在如果有死个大招再给编路一个压力的话 就还是有可能再单杀的 我们谈话的这同时死个大招就赚好了 嗯 那圣奖哥在不在等 等这边血手出来 血手出出来了以后 我认为就是死个大招单加上这个刀妹的伤害 还是可以操作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不会像之前那样完全没有操作空间了 主要团长这个英雄在残血的时候 他并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反抗或者是吸血的手段 今天如果这个上单的位置是一个剑魔 但这场是被WB了嘛 如果你这个上单的位置是一个剑魔的话 这一波都还有得说 否则那团长这个英雄的话一波下去你没办法 刀妹想要留人但是snake也是撤得很快 这边视野被拔掉了 锁住了自己家蓝buff野区的视野 船长这么回家 血手肯定是出出来了 再补了一把长剑 经济上面船长是赶上了 赶上了 不可以是一个有得外经济的一种 他拿了一个人拖之后 他现在刀妹 他现在经济应该是比刀妹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WB有一个空档直接开始开启了大龙 而且打的速度相当的快啊 已经打掉一半血了 这里那个还没有直接过来 男枪过来的话伤害确实是足够 但他被留了一下 他加了一个TP 闪现下去已经抢了一波 我的天哪 男枪抢到了大龙 但这一波塔利克的大招已经结束了 那个船长的大招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snake是没有继续追逐了本钱的 确定在这个地方往后退 连续两波 一个单杀一个抢大龙 扭转的局势 扭转的局势 现在snake 我觉得作为snake的话 应该是心里面想着 我能够把这个节奏继续拖下去了 而且小龙还刚好在此刻刷新 这一条土龙的到来也是 给snake再打了一记强行针 这一来一去差太多了 这一来一去真的差太多了 那希腊的装备虽然很好 但是一旦都会 他的一波技能没有办法去造成snake的人员伤亡的话 其实这个团战的局面可能就直接反过来了 维路斯在这个版本算不上一个特别强势的稳定carry 就是ADC里面就是像寒冰射手啊 维路斯中心从上场 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六级大招是有个先手能力的 有机会能打出一些优势出来 这一波其实W1也是死掉未经 你看W1的大招残留量就是所有人大招都还在的情况 你就知道说实际上 维路斯刚刚应该是有射上去定住 但其他人大招都没交嘛 就是其实W1是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波的 而且被抢龙也是意料之外 就感觉维路斯的一个大招够了 但实际上的话定的早一点 定的早了一点 就是定完南枪还是走过来滑下来把龙推抢 对同时圣诚哥的这边的传送也是很果断的直接来了 给TP给船长大这一波W1确实看起来也不好接 Snake其实这个大龙也不能说 就推不到哪去 就推不到哪去 就如果说三条线一起推或者两条线一起推 也许能推到一到两个外塔 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是说推到你的防御塔 或者是这一波大龙把你打死 而是说我靠这个大龙慢慢发育 而且在Snake的阵型中第一没有射手 第二没有号令志祺 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也没办法 嗯 这段时间蝴蝶也慢慢的缓过来了 卡马现在已经出到了一件最重要的装备 这种相互 如果是大龙推兵 然后死哥虽然用墙挡了一下 但人手中就是不够 而且船长还愿意给大招在爬后强行推他 前面你已经看出来 推进去的是Snake一个很严重的难关 但他们就是打了一个 在这个版本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实在的大后期阵容 船长两件套再往三件套靠 现在Snake又是掏出了他第三件经常出的火炮 下一件无尽 这无尽出出来相对来说就是踏成型的 就是他站出来那个时间点了 他那一波的话就变成W要非常注意他的站位跟输出 现在看起来高门还是很肉的 但是一旦等会这个 南枪的无尽之刃出出来 其实他根本就扛不了几下 不过南枪的无尽也是要贴脸打 就是他仍然是一个偏向近战作战范围的英雄 这就变成两边要比拼操作 因为他如果是个远程射手的话这个不好说 那近战上去同时也代表W有机会可以硬爆发他一波 而且如果塔利克在保护贴脸输出的南枪的时候出了大招 那后面死哥的大招就变成没有东西可以放 大龙已经要消失了 这基本是没有达到任何推进效果 就推了一个中路一塔 观众朋友看到可能会觉得比较冗长 但是这个时候Snake还是在执行着自己的战术意图的 继续往下发育下去 他们拿的毕竟就是发育这种这也没办 你怎么能说让他们拿发育这种去打架 这时候自己都得改速他们这就不该打架了 对对 反而W其实是握有主动肺的一方刚才大招 CZ也都在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找到比较好的机会去开启一波 这边开战技能也是比较匮乏 就是有一点吃加速跟吃四眼死角让稻草人去看 或者是维鲁斯跟稻草人这两个人要想办法看 但这个时候就是W应该着急一下了 应该要着急一下了 再往后拖 你明知道对方这种大后期的情况下 就是自己的这边的先手技能 维鲁斯的先手还有这个稻草人的先手可能就没那么给力了 而且Snake也是3C阵容啊毕竟 3C阵容加上一个团阵无理的宝石大招 还有卡玛这个辅助也是到16技以后非常非常的厉害 没错 他的三级大招 有了三级大招之后他的技能CD特别短 现在就是主动权 是W有一点主动权 但是真的要把握这段时间了 Snake一直往下走 现在蓝枪也在逐渐的 诶 但他出了一个吸血 往下走应该不是无尽的配置 三张西兰刀 让他就40%减CD了 嗯 蓝量也足够 团长这个装备加上刚才那一波反杀的操作 就我觉得他彻底是 要准备接手后期的战场控管能力啊 嗯 船长 船长有个技能 他W竟然吃橘子就是防斩杀那样效果 他血量越少 吃的血量越多 但是就是因为CD太长了 但是他有这个 既然刀的话 有的时候一波团队他可以吃两个橘子 对 吃两个橘子的概念跟吃个橘子 就不是那种 一加一等于二那个概念了 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第一波 是对方所有的技能 没有CD的情况下 倾斜下来你吃个橘子 可能就剩下那么几个技能 把你打死了刚好 但是你马上又来一个吃橘子的话 可能后续就 真的真的没有伤害了 所以 这西兰刀现在也是比较契合船长 但是更多的船长这件装备一般会选择蓝切 很少会有这个时候捕一件西兰刀的 加持一个近战小兵 但这个近战小兵可以想见 应该推击效果很一般 稻草人过来被看见这个位置 SNAKE绝对把自己的防推进的阵型往后靠 他还是在守 但是 守得比较主动 感觉还是在蹲一下 蓝枪还有船长两个英雄的装备 现在有一个卡拉玛加速下去 想抓一下稻草人 稻草人提前一步撤退 MISSING这边打的也是比较保守的 感觉SNAKE反克为主了呀 你发现今天我们看的日记上比赛 中国来说都会有一些 有一些失误在 就W在第一把那个 剑胜宝石那一把比赛里面 也是SOFT 本来是觉得循玄在我 但是他也出现了几次 这一场比赛也是的 就957意思是 哎 刀三人终于先手了 打男枪 但这个先手 没有给男枪造成突破的伤害 下面刀妹进来这波剑阵 但剑阵并没有缴械到男枪 现在 宝石的一个大招下来 防住了这一波伤害 但是 就是后续SNAKE的阵型 完全被冲散的一个情况下 东奔西走 四分五裂 没错 中奔的一个大招是 被SOFT 给跳上悬崖躲空 问题是跳上悬崖之后 你就支援不了队友了 是瑞兹跟刀妹 形成了一个互换 这一波应该说 GENTLE表现得很不错 GENTLE刚才在我们主视角 没有看到的侧面 GENTLE在我们主视角 没有看到的侧面 单杀掉了 船长 嗯 而且血量还保持得非常健康 现在的话 大龙也是 还 已经刷新了 又是一波逆转 又是一波逆转 而且双火 双火这边的WE 要打这套大龙 就更加爽 GENTLE的阵型在这波团战 非常的不好啊 真的是被撕扯了 太夸张了 就感觉SOFT 一个人深入敌后 拿下来 成功拿下 SOFT一个人深入敌后 然后跟队友被隔断的情况下 没有人能够给他足够的支持 我觉得点是在瑞兹跟这个船长的位置 如果能够调过来的话 应该不是很完美的 会舒服很多 SOFT本来就不是一个五人团 跟五人站在一起的一个角色 他其实就是那种风格阵型的 因为他单爆发足够秒你的脆皮 但是船长就是属于那种 可以给队友提供很多支援的 而且在队友的支援演示下 他的统子也更容易杀到人 这一波总而言之 W再次取得团战胜利之后 拿下了这条大龙 没错 再次改变了形式 这一波的推进可以推到哪里呢 不过也是有一个棋子的阵型 所以现在这一个棋子 应该是有很好的推进效果 是的 这一波是强行找了一波机会开团 到头人 虽然没有直接通过自己的一波开团 瞬间秒的人 但是这波团战开起来了 然后W这波还打赢了 把人给B分散了 关键那一波开进去以后 把Snaker撕扯成两半以后成功的赢取了团战 又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处理的大炮车 这大炮车如果你不去弄它的话 一个高地就要放了 骑士赚了只有三分之一 下一台大炮车是等不到了 但是W如果顺利的保护的话 现在一炮一炮的 再来一炮 二塔没了 就这个架势的话高地也没了 高地也感觉对 小小子那边没有去守这个大炮车的手段 手都不够长这大炮车 已经打了高地塔 一般的血量还在持续的开炮 此刻用墙画出一个禁区掩护大炮车 再两炮就解决了高地塔 中路高地塔高破 这一路Snaker应该是要准备放弃了 大龙Buff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时间还绰绰有余了 骑士也转了三分之二 还能够去别路看一看 不过上下两路的兵线 W的兵线都是后缩的 所以这边没有机会 完成下一波的推进 有大龙Buff回程 还是稳了一手 走到一个非常远的距离再回程 怕被船长的大招给打断 何况还有瑞兹开车上来用肉身开团 对真的很稳 就是他知道船长大招 如果在你不是五个人同时的去按回程的话 留下任何一个人都会 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 没错 船长大招的打断效果是瞬间的 刚才就在看说买了一个 蟹蟹鬼拳杖跟一个十字稿的话 只能出死亡之五了 果然南枪是把死亡之五套了出来 然后买了一个金身 你把射程不准备做无尽了吗 感觉 就那个 复活甲做完 做完 看起来像是 因为 你 我老实说 无尽在南枪身上的效果跟 火炮有点相冲 因为火炮增加你的射程 但是无尽增加了额外的散弹的话 只要够近才能够把那个伤害爆发出来 就这两个东西本身其实是相冲的 打个桶子赶紧溜 这二塔是守不了的 打个爸爸还在 打个爸爸还有23秒 20秒钟是不是能够破高地呢 有个大炮车 我感觉炮数应该不太够 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普攻的话 应该就够了 应该是可以破 这应该勉勉强强很微妙 看Snake要怎么样来反抗侧边 还有6秒钟 破了破了破了 破了再来一炮 再一炮 最后一炮 哇 很完美的时间点 破两路高地 压哨啊 这个压哨炮车厉害了 两路高地被破 那个现在又陷入了一个 更大的一个劣势了吧 就是这时候兵线已经很难处理了 兵线出不去 这时候W可以运营在外面的更多的地球资源 甚至于如果 求稳一点可以去看一看远古巨龙 下面的小龙一分钟刷新 对的 先看一次前面那一波团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上去刀妹一波硬打 这主要是 死哥的大招 想要回血但没回上来 哦这是艾里弹死了 惨啊因为另外一个是 已经被打死了 所以艾里不会去打另外一个目标 只剩你了兄弟 刚才那一波团战 最大的 是那个最伊拉之外的 就是船长直接被秒掉 单挑被秒 单挑被杀了 应该他放桶的视线都在右侧 所以他左侧来的攻击他没有桶 其实这个维鲁斯这样的一个装备 他的单挑船长能力是很强的 对的 羊刀加上破败王者之刃 就破败的效果也是两倍的 他就走过了AAA大AA 然后Q004 对 团战之外有任何一个桶子没有打到 其实就可能就被单杀了 西兰刀这件装备在单挑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大价值 对的 主要提供还在团战的位置 先去把这套水龙给拿了应该 旁边是也做一下 W还要直接上高地 水龙还在 这个明显 W的策略就是 我在高地前面逼你 不要被你开到 上中两路的超级兵等他进来 让你同时没有办法应付三条线的情况下 你就会露出破绽 海贝这一波只有一个关键 就是我在你塔前走来走去的时候 不能被开到 死哥的墙 会是一个很关键的技能 侧边有刀妹在卡住位置 就是不让Snake有回防的空档 现在勉勉强强能够回防中路 上路的超级兵还没进来 下一波两路超级兵同时进来的时候 再加上下路正在攻高地 这一下子Snake就防御不过来 没错 哦一个减速 这个减速很给练 这波船长大招来保住了下路 但是W开了一个加速 关键是这个船长大招一炸 就是把死哥炸了半血 这一下蛮关键的 再加上船长之前那个大招 伤害也积累了下来 这边雪龙还是要拿的 这一个 这一个 同时让三路受压力 然后防御不住的策略没有奏效 船长大招还算是蛮灵性的 第三条大龙要刷了 在这个版本太难见到这种三大龙了 真的 比赛都打了36分钟了 哦闪现大 没有打到Sofen Sofen这里反应是快的 就一个筷子拔枪就闪掉了 这是蛮夸张的 快的快的 这波他被大到了 虽然有水银鞋 但是他没水银湿袋 对没水银湿袋还是要走 一波的话是避过了一个维基 吃掉了维柳是一个闪现 有可能是Snaker认为自己能够反攻的一波 Snaker10秒钟要Rush大龙了嘛 对 这个大龙Snaker不能丢 一旦丢了的话 这游戏就结束了 游戏就肯定没了 那个水晶两温破掉以后 就是刚才讲的三路推的局 鲁鲁在侧边看 鲁鲁在侧边看 子哥先用一个强探一下 但这个Rush的速度有一点快 虽然只有一条土龙 但是Snaker一条土龙也足够了的感觉 塔利克开启大招 是要用无敌来打一波 但是W1规避掉了无敌的这一波 现在要在象嵌翻打了 规避这一波无敌的话 没有无敌的塔利克 确实是没什么用 现在换W1来接手这个大龙吧 打了两下眼镜以后 还是决定保险起先拉开 先让大龙的仇恨放掉 果果还是先回上路 把这个上路B先给弄一下 Naker绕了一个小半圈以后 想要在草双里面蹲服来打一波 但是发现了有一个眼睛 先把眼睛给拍掉 再在F6的转角再蹲服一波 但W1并没有走上来 W1现在先开启的大龙 仅仅有两个人在大龙池里面打 维鲁斯加上死哥打的速度 还是要打掉了 死哥丢一下700多 但是这边为了避免 刚才那个抢龙的局面 决定先放开 收粉还是一无反过的跳了下来 下了下来以后 又一个大招拉开身外 团长抢到大龙 一个桶子 团长刚才是怎么抢的 团长刚才是怎么抢的 以后这个大龙已经是W110那9分的了 但是 团长跳了出来 没有想到当收粉被击退的时候 还有炫军可以站出来 刚才看到他在炸小兵的时候 一个桶子炸了1000多点的伤害 也有可能就是这1000多点的伤害 形成了一个抢龙的关键 反而在四上Snake 在意想不到的时间点 形成了一波反扑啊 要上高地了 现在Lulu不在 小一个人的情况下 企业的战斗力也会受到影响 没有 波波闪现上来 想要留一下希腋 但是被减速到了 甩一个救赎出来 把血一口回上来 这一波的高地水晶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W1也找不到上去开战的时间点 虽然刀妹Q了一个兵 但没有三段Q开团的机会 选军非常骚的 在前面再多抱两个桶子才要走 现在这个经济已经扳平了 现在经济扳平了 下条远古巨龙 Snake如果能守下来的话 其实就 然后这局比赛 他们的身边是要比W1还要大了 因为打到现在 看到Snake现在三个C位 他们的装备已经接近六神装了 南枪已经把鞋子给卖了 出了水银世代 水银弯刀 再看一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南枪一个大招回身 1400多 他闪现下去A了一下 他闪现下去A了一下 沉了一下 然后一连串的控制把在里面的Candy给秒掉了 有点凶的 这个也是意想不到的一个转折啊 说实在的 RB当时也是想没想打架 他们也是想着 南枪下来的话 把南枪秒了 如果不能秒 南枪就拿大楼 我觉得W1这个打的决策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Sofen感觉给他们一种奇怪的无形的压力 就Sofen下来接手打的那一瞬间 W1是犹豫的片刻 然后上去要追 结果发现对方又大招弹上去 然后又闪现下来 这个人三进三出是有点厉害 Sofen其实出装很科学 他这两件装备都是吸血 而且很难被秒 又有一定的血量加成 对的 他这个装备就是专门打死哥的 但你一旦就是死哥没有秒掉他 然后给他回上来了 他哎你两下血满了 装备确实是一个一直以来不是特别热门 但是实际上相当给力的装备 毕竟把你的30%承受伤害 全部转换为流血伤害在三秒扣除 是一个非常强的减少 而且他带的迅捷步伐 然后天赋里面可能还带了这个回血的血统 再加上这个双膝 他现在这个回血比例已经达到了一个 就是很高很高的处置 没错 这个要是火炮突然一下在迅捷步伐那一下 暴击了那个回血量 真的是 这个人平跟暴小兵也是1000多 包括他包括 呃 船长在炸桶 清小兵的时候说展现的非常高的威力 当然在团战里面打在英雄身上 没有那么高的沙障 但是你的薄皮还是刺激 嗯 现在 哇 直接大招削血 但削血效果很一般 大招其实我觉得对于 对于南枪来说 现在已经是个位移 潮身技能 我觉得他直接把那招扔掉 其实我还是觉得 在等一下团战里面有暴斃的可能性 少了一个位移技能 而且招数没闪现的 用这招poke真的是过于奢侈 他我觉得是想测试一下自己伤害吧 就在一个安全的范围 跟位置直接扔掉 因为大招转的也很快 你看现在转了三分之二了 对 说不定这个二塔塔 二塔的这个攻防战可以丢三个大招 哇塞 直接走到GA这么凶的吗 对友给他一个足够大的护盾 蝴蝶的下一波高峰也要来了 他已经15级了 卡马升到16级以后 哇塞 这个收粉完全提起了一个ADC该做的事情 你看这个回血 掉了大概四分之一的血 原来我们都看错这个阵子 这种阵子 这种原来是四保一收粉 大招卡了一下 但是没有后续的伤害跟上收粉 还是安然拖出了这一波的开团 水银世代也是稳住了 没有按下去 这一波如果骗掉水银的话 对于击杀收粉就比较有帮助了 没有能够骗掉 还有十秒钟远古巨龙刷新 这波snake还是选择继续把兵线压上去 压上去以后他们有个瑞兹 如果对方人全部都在高地震附近的话 瑞兹一波开车去抓水银 诶 稻草人 开团 刚才大哥给一下 瑞兹开车去 走了 诶 这波团战Snake还要打吗 这波团战感觉 Snake留两个人 断后车已经走了 W也懵了 对 这辆车怎么看都像是不能上车的 怎么回事 团战打起来你们去打远古巨龙 留了两个大哥在这边检查 什么意思 大哥没人保的 没有机会 就直接把这个大哥给打 死了 后面有三条 后面有四条红龙的 四条小龙的 这个远古巨龙非常非常给力 那W现在输出的伤害 Snake应该是见不出来 南枪在下面 想要赋予万克 但没有用 死哥倒地之后 甩出了这个大招 也是给Snake乘中的打击 问题是 船长还在战场之上 闪现上前 打了一个绑队 还有复活甲 倒地了 这个复活甲站起来 应该是没有时间 让他射尸桶 结果蝴蝶不能卖他 给盾 反打了 在闪现留人 但是后续的绝巨 四条小龙的远古巨龙 这边蝴蝶看能不能溜掉 溜掉还能守一下基地 少掉一路高地 这溜不了 这溜不了了 稻草仁已经夹了上来 稻草仁给到一个恐惧以后 拉线 打出了团蜜 呀 维加守基地 也不能去对面插 对面加插的 但是这两个人身上 还是有远古巨龙 两辅助 猜不来 这时候变成了 输出最高的英雄 不是啦 因为现在你有四条小龙的远古巨龙 我点你一下 就把你当死 你刚才看到 刚才那一波团圈太搞笑了 你就这么直白了 恕我直言太搞笑了 不是 正面战场我觉得 他们当时已经守下来了 就是如果三个人不走的话 正面战场是可以打赢的 但是 我只是不明白 司机我还没上车别 车就开走了 末班车 两个大哥绝对可以打 三个 三个小弟走了 这第一波的宝石大招 其实是仿住了 刀妹对右方的一个突袭 问题是 搜本一个人被卡在了左方 是失足了伤害 虽然他也打出了很多的伤害 但是 死哥这个大招下来的时候 感觉还是难以预防 这死哥的大招 真没没道理的 不讲道理 真不讲道理 这个蝴蝶也是很 但是我觉得 宣军这个最后的操作 还不错 要不是这个远古巨龙吧 你看这个远古巨龙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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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这么多血烫死了 本来他可以操作一下的 五层远古巨龙能怎么样 他本来是在后面转一圈之后 吃个橘子继续上 但这一切的一切 还是康迪把这个阿龙的buff交给了西叶 没错 这场其实 仔细想想就是 大龙 不太好手的一方面 是因为 畢竟不是成龙的关系 啊 这一波西叶被打出今生了 走不掉了呀 没闪现 哎 但是狼住了 狼住了 狼住了 狼妹的一个大招 打出了脚械效果 防止了Snake进一步追击 各种减速 但双方这一波交锋的话 既然西叶被击退了 就变成是Snake可以转向大龙 而且Snake这场比赛 已经拿过两条大龙 这条大龙拿了以后 W拿了 第四条大龙 对 第四条 第四条 还真的是 两边各拿 两条 不 Snake拿了三条 Snake拿了三条 3条 Snake三条 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 是的 W其实就只要拿两条大龙 他们就可以结束比赛 但第二条奈何一直没有拿到 第一条 就是 拿了个远骨 但是没有拿到大龙 拿了个远骨 再拖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比赛是曲折力行 反正 是有点长了 Soulton已经600多刀了 600多刀了 身上应该有不少钱吧 好 100%爆击男枪出来了 无尽来了 这个是终极形态的男枪 但即使终极形态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在灌伤害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 一波把对方给灌倒 嗯 大家都 大家都硬 刚才那波团战 他是在龙坑里面 被三个人包夹了 而且有个虚弱顶在脑袋上 一打蛋 而且队友 因为队友 他可以扛不住 队友扛不住 其实这个问题 是队友扛不住 队友肯定不可能在龙坑里面 跟他一起混的 关键那个时候 各种AOE伤害笼罩在他头上 努努在他脚下唱大招 死哥有一个AOE的范围 就什么东西都在打他 但他还是不死 撑了个好三秒 把伤害都打完了 骂羊 刚才爆那一下 这小兵感觉突然一下 被什么原子弹给砸到了 对他现在这个攻速也好惊人 就伤害 甩出伤害的速度非常非常弱 还有香炉 帮他加持一下 对对 现在也是18级的 攻速成长满了 两边的AOE伤害都非常夸张 其实终究还是在于 关键位置 大哥的命保不保得住的一个问题 刚才打什么 两下秒 红buff 不在话下 他是Q完了以后A一下 对Q 那一下打了2236的伤害 有点害怕 唯一 唯一真神 有点害怕 那男嘉宾就是唯一真神 三个远程兵一发普攻的 我的天哪 你看他点水 这终究是一个四宝一宝男枪打吧 男枪在装备栏里面看着好像是一准的全部都是输出装 但是好像他就是很肉 主要他把这个所有的加物理攻击的装备里面最有防御能力的两件装都上手 对另外他的这个纯爷们也是不吝息一直都开始变 他的狂叠 狂叠 这个纯爷们叠起来以后他的状况有点高 你看团队的双buff也是都让他拿的 这一波船长直接甩大招以后 SNAKE开始轻攻高地塔 原来这个没有骑制的阵型在点塔上面还是比较清楚 W在这个船长的大招里面待太久了 这船长大招持续伤害 其实没有前期那么低了 这一次开个车走 能走掉吗 这一次的车 这一次的车正常的 有点吓人 你又像刚才那种车这样 怎么走三个留两个 没搭上公车被托在被夹在车门外面 SNAKE是搬回了这个局势 反打回两路 现在已经 就真的打到六神庄这个时间点 我发现 Condi这边的一个 就W这边所有的英雄 其实都不是打到大后期六神庄特别厉害的 所有的英雄都不是六神庄抢的英雄 反而是船长 南枪瑞兹 然后卡马 这四个英雄都是属于那种六神庄特别猛的 嗯 这边顶多就是一个死哥的曲线在后期能够有一战之力 但是其他人都滑 正面现在团非常非常难接啊 其实你看W前面两次的尝试也知道说 W现在最大的本钱还是稻草人的突袭 能不能够跟队友连成一起 但是这两波前面的两波就是 SNAKE都勉强守住 现在地图全开 也不存在什么DOT人去跳大的空间了 很难 DOT人基本上不会有跳大的机会 就算跳大了也有一个 就是你跳到南枪他有一个水影师大 没错 你那个孔被解掉就很难搞 南枪换装备了 你钱已经多到可以随便换了吗 应该是随便换了 他也到换这个 想怎么换怎么换 他也到换银血 他是把那个 80点攻击力还是一样的 二塔破掉 在等第二条远古巨龙 那个球稳了 但这个球稳其实也是给机会的 某种层面上吧 跟瑞兹刚才法术暴击打蓝buff打1,500 现在都是各种输出大哥 W最后唯一赢下比赛的机会 抢到这条远古巨龙 请出来应该是赢不了 但是前面一波团结是因为SNAKE 有一个奇妙的意外开车 吓了自己队友一下 这一波团又能不能够像上一波一样 顺利呢 比赛是充满了悬念 已经走到了50分钟 打到这种时候 你想打远古巨龙的话 有个很简单 闪现了 闪现见阵 冲进去 塔利克开启大招 但是有人在大招的范围外 被刀妹打了两部分 刀妹被晕住了 这下队友是没有上前救援的 团长的大招 分隔了战场 刀妹孤立无援 957Q一个小兵 往回拉 死哥开启了他的AOE技能 往前走 这一波是有人扛不住 塔利克扛不住伤害 往后退了 但是前面瑞兹不断的输出 也是击退了奴奴 这一波的交换是有价值的 远古巨龙刷新了 保时期是现在没有大招了 没错 这一波交换完了以后 死哥还握有一个大招 这一波的话 双方是有争夺的空间 扫导人走过来 扫导人手上是没有大招 远古巨龙被打了一半的血 W选择往后拉 这个远古巨龙真的要放吗 放了比赛就很难了 W 他真放了吗 放了远古巨龙 下一波Snake在远古巨龙 而且加波大龙肯定也是Snake的 有远古巨龙的持续时间 W的下条大龙也只能放 第五条大龙 你知道吗 我最近解说的比赛时间都很长 因为我好像前面解说的三个V23 都是冰冰时长有个三十七八分钟吧 你早点说我就申请不跟你搭档了 我当然不会跟你说 开个玩笑开玩笑 缓合一下气氛 下一条大龙的话43秒 Snake已经提前落位 五条大龙的比赛现在真的少见 主要也是双方 确实每一波团战处理的余波都处理的不错 所以一致于说没有直接被余波倒 再等大龙了 大龙蹲守一波 这场比赛怎么说呢 我觉得大龙W应该不会过来看 这场比赛Snake赢了的话 如果W能赢的话 当然比赛就直接结束了 如果Snake能赢的话 其实他们每个人我觉得都会玩得很爽 这一盘比赛就是打到后面 打这么长时间 喷畅淋漓 对 操作空间 这各种操作都玩到了 双汉水晶 冲针 而大龙W1 还在旁边看待 没有机会 看了一眼 这不可能 不可能能抢到了 这带着远古巨龙的buff 直接一辆车开箱上路 上路四个人直接往前推进 船长 船长回家了 那么Snake就选择一波后退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TP的空间的 因为任何一个走位的失误 都有可能造成人员的减员 一旦减员就 皮们再怎么都是一个绝对的劣势 团长不可能去 呃 随便去TP到上路来 去摊出来 他真的是把他的大刀 当一个位移技能在用 CD也不长 大炮车一炮 中路的水晶摧毁 那个转向下落 下落进来也是一个裸体的水晶 一个好后护盾的南枪 这个南枪 一枪两枪三枪 哇没有了 还极低了 而且只剩一座门压塔 我又是大招 关键的大招空了 这波大招是打的 目标是蝴蝶啊 蝴蝶如果打到 片条保持其实大招 其实W1这波的先合就很成功了 但是在没命中的情况下 Snake下一波的总攻 要怎么样来应付 关键控制技能 已经少了一个 而且上面 康底已经 被过过砸掉了半条血以上 弄了一套 这个门压塔 已经只有一丝血了 在A一下就没了 而且瑞兹的伤害 也不容小觑啊 圆兵一波了 下面有一波小兵过来 团长大招甩出 已经没有门压塔了 保持其实大招打出来了 保持其实大招打出来了 保持其实大招没有了 以后当面一个见证进场 但是Snake全员都在点基地 把基地给点爆了 Snake赢得了这场比赛 将双方的比数 拉入1比1平手 哇 53分49秒的比赛 就是8.11 所有的比赛之中 我看过最长的一场 兄弟你做好 被娃娃米乐嘲讽心理准备 哈哈哈 好啦 这场比赛如果加上同赛 加上暂停的话 应该打了三个小时 我们还有一场 然后打完之后 说不定北京 我不知道北京现在什么情况 但我觉得 我已经有一种欲 这一场还是要恭喜Snake Snake这一场就是 展现了他们的韧性吧 因为其实这场比赛中间有好几度 W看起来都已经是胜券在握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版本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因为战术太多了 你拿出来以后 很多都是可执行的 但是我们看到 上第一场比赛 Snake的这个剑胜宝石 也看到这场比赛的 这个W的死哥加女主 这种阵型 其实你玩好了以后 它可以滚雪 滚雪的时候你不出现失误 就直接对面就没了 但是就是因为 你没有太多时间练 战术选择太多了 往往就是你再强的战队 都有可能出现一些机会 给对方抓住 是的 你看一下这个经济曲线 也看得出来 完全就是Snake任性坚强 竟然能够谨守四十几分钟 而没有被W的击倒 展现了一个十足的任性 而且你看整体 不管是经济的领先 或者是W在这个小龙上面的领先 乃至于拿下那一条 远古巨龙的一波追击 全部看起来都很像是 有机会结束比赛的 但最终Snake扛住了一波又一波 潮水般的猛攻 而赢得了这场比赛 我觉得几个关键点吧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位置的轮换 使得手拿乘戒的西叶 他并不是专职的一个打野选手 这一场真的有好多个龙 是非常非常违离 而且就是那个龙逆转的局势 就这也没办法 因为你中单选手本来就没有专门去 不是负责逞龙的呀 不是 你没有去练过 此刻逞龙 算好Q进人家承接一起 还要去专门看龙的血量 你还要看自己的位置 因为中单选手一个走位输 就很容易死 而且你那个Q肯定是周围有人的 你Q下去的伤害还不是满伤害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说呢 你要回顾起来50多分钟的比赛 它能够造成改变结果的点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的还是中间的两波 就是止住了血球 就两波断节奏断的很厉害 一个是刀妹在下路跟船长单挑 然后意外被反杀那一波 然后还有就是中路那一波 这两波 我觉得刀妹在下路跟船长单杀被反杀 这一幕的话 跟第一把的剑胜在没有圣和宝石的大招上去 然后被砍回家 很像 如出一辙 但是属于我觉得大家都 作为顶尖的职业选手也忍不住 稍粉957 也是在各自的位置上是LPL选手中的代表顶尖级的人物 连他们都会出现这种失误 我感觉好像这个版本什么人都忍不住 这也没办法 而且我觉得说 你其实可以感觉到就是 选手的求胜心在一个就是中间我们也遭遇了像暂停啊 从赛这样子一个波折的情况下 求胜心有的时候在你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反而会带来反效果 是的 就这种失误如果当然不出现的话 就是能够帮助队伍去拿下胜利吧 但都已经打到现在这样了 就今天这个BO3大家伙 就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等了这么久 就相当于今天看了 就已经看了三场比赛了 马上看第四场比赛了 我是很想开玩笑说票价特别划算 我知道 现场大家应该会想拿瓶子丢我 就也没有关系啊 这个比赛嘛 难得来看一场比赛 如果你是难得来看一次的话 这个比赛也打进了1比1 是一个打满的局面 最后一局的决胜究竟录死 所以手也似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场我们是不是还要等MVP啊 是不是因为比赛打的特别长 也还要等选边 所以其实 MVP猜一下 MVP我猜 这需要猜吗 你不是问完这个问题 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 我本来就在知道答案的情况下问题 我觉得啦 我觉得SOFEN应该没有什么意外吧 理论上 当然我觉得炫君也表现得非常不错 其实 没错吧 但是肯定还是SOFEN在这一局比赛里面 做一个地位更关键 好像是一个韦斯堡 MVP果然是给到了SOFEN选手 所使用的男枪 这个也没有什么 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 上开战比30% 他竟然打了760刀 刷了不少的这个每分钟普刀数据 因为平时打野都不会有这么多的普刀 虽然没有达到那个1000多刀的那个记录表现 他毕竟不是轮子猫 幸好没有 他毕竟不是轮子猫 不是那比赛也要打个70分钟才有办法打那么多刀 那也没办法 因为WE的阵容跟我们这个8.1的版本的阵容 跟原来的版本也不太一样 这个阵容打不了那么大后期 所以WE在后面能撑这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后期的置换前面就一直提到说 后期是完全是snake阵容的压身 三个C位在后期的曲线属性都是属于顶级的 但是WE的几个C位的后期能力就 真的六神装的能力就很一般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前期比较强势的 其实也是回归到昨天WE的BP跟今天WE的BP上 昨天WE的BP如果今天再继续的话 可能这时候赢的是WE 但是他们前期就不一定拿这么大优势了 对的 因为其实两大的这种中野套路 就是包括努努死哥 包括刚才讲塔里克健身 都是前期是属于一个你拒绝不了的那种攻击 就是塔里克加健身的那种进场 你拒绝不了他无敌 然后他上来晕你 他硬杀你你不能拒绝 然后努努死哥是 我硬用大杂你的筒你也不能拒绝 是的 也没有办法 对 其实真的 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就是 两个上单的单挑被反杀 然后还有那个中路一波没有 两波很断节奏 因为在这段时间原本都应该是说 死哥的这个大一砸下去也是一定赢 好 下一场比赛的选边已经出来了 两边都没有进行替补选手的更换 然后Snake选择了蓝色方 这也是本场比赛第一次进行换边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精彩比赛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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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